下面的故事 接下来我们就掌声 有请出这位幸福心愿持有人 来 给我们做下自我介绍 我是李喜梅 我天生就是吃娃娃 小的时候经常骨折 生下来的时候 我的腿都在肚子上长着 腿都长在肚子上 对 我妈给我换脚步的时候 我都会哭 但是那个时候 我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沾着的 打个喷嚏或者咳嗽一声 三个声都会骨折的 爸妈有没有带你去看过医生 看了 没有看好 大夫说的是 就拿办看好了 有可能板到地下 还有骨折的 骨折对于他们来说 是家常便饭 你甚至你自己 都能听到自己 鼓断的声音 我骨折了有七八十次 骨折七八十次 对 骨折的时候 我妈就用个枕头垫着腿 就让她自己慢慢长 对 慢慢长上去 那不会长歪吗 会长歪就变形 有的时候长一个多远 有的时候甚至半个月就好了 每次骨折它都不一样 现在年龄大了 会长得比较慢一点的 你这些年来一直待在家里 不了的时候 我妹妹会带我出去玩 但是带我出去玩的时候 在三分之上不小心掉下来 就摔了个脑震荡 那个时候我不想给我爸妈说 因为家里没有钱 不想让爸妈出钱去给我看病 就自己在家里面睡了三遍三夜 我妈就让我吃饭的时候 吃了东西就会吐 然后我妈看不行了 我妈就带我去医院 大夫说我这种情况太小了 可能下胃管下不过去 所以大夫不给看 然后回家 那个时候还是大年初六 我爸就跪到地下求别人 然后大夫感觉挺可怜的 大夫就给我看了 所以这些年来 你一直是风雨飘摇的 没有正常人的生活 没有正常人的娱乐 没有 今天来有什么心愿呢 来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希望我妈和我老公 能够相处得更好 谢谢 来 请回 你刚才你的心愿是 希望你的妈妈 接受你的账 他们相处得不好 因为有顾虑啊 因为我小的时候 被人骗到上海当乞丐 坐到地下 穿得可救 让别人可怜去给钱 如果我要是 不好好要钱的话 老板就会打我 因为我是骨折病 一打的话就会骨折 你怎么回来的 后来 那个时候 我就给老板说我饿了 老板去买饭了 就跑回来了 但是这样的一次 上当受骗和爱情 好像扯不上什么关系 因为我这个老公 是一个正常人 鸽子一米八四 那你们俩相差了有一米啊 所以就害怕 我万一跟他在一起 把我当成一个证券的工具 然后他在外面 在找别的女的人 他今天来了吗 来了 来 我们掌声有请沈阳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来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来自黑龙江 我是喜梅的老公 身高一米八四 然后我今年三十一岁 小伙子挺帅的 你为什么会跟他走到一起 像我呢 家庭条件不好 我父母在我小的时候 三十岁的时候都去世了 就剩我自己一个人 如果要是找一个平常的女孩吧 她也不可能和我白头偕老 所以说我和喜梅 可以白头到老吧 温温当当过一辈子 有一个稳定的家 所以你找喜梅 是因为对现实的感情 失望了才找的她 还是真心喜欢喜梅 是真心喜欢 在网上暗恋了很久 我经常给别人 讲我自己的故事 那个时候 她就看到我挺坚强的 她就给我表白 表白以后我也不相信 觉得不太靠谱 压根就没有想过接受她 她还每天都给我打电话 说她自己没有父母 然后跟着爷爷长大的 爷爷去世了 那个时候我痛了之后 心里面特别的 特别的不带劲 然后那个时候痛完就哭了 那你们后来就这么在一起了 后来她又过来找我 来找我的时候 给我买了可都知道 那个时候她身上 只有一万多块钱 但是她把她那一万多块钱 全给我了 给我了之后 然后觉得她能够把她自己的 所有的东西都给我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好男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过猜疑她吗 有 因为她有一段时间 她就出去打工 每次打电话的时候 她都会让她很忙 也许是上班忙 但是我还是不相信 就跟她闹分手 分了好多次 后来还是在一起了 挣了六万块钱全都交给我了 我就觉得 应该不会再离开我 所以我才愿意跟她在一起 偷偷领了结婚证 你们俩在家庭生活当中 谁负责财务这一块 我 喜眉负责 因为她说她管了我就没有安全感 她只拿零花钱 所以说你还是有些担心对不对 是担心 因为她那个前女友还总是发点信给我说 她是个骗子 说不会对我好的 就因为这个我就跟她分手 那之后她又过几个月又回来找我 很多人都会问你一点 你图什么呀 好 或图什么 只感觉我两个在一起生活 能摆脱到老 文文当当的过一辈子 但是你这样每天小心翼翼的 你不觉得累吗 一个女人不信任你 但我信任她 我可以给她安全感 我可以把我的全部都给她 交给她管 她要把她自己的 可以砍掉一个 生意支退 可能我都不会担心了 但是我没有让她做 不要想这样的事 一个人信任或不信任 跟你完整不完整没有关系 一个人有没有安全感 是在内心的深处 她在你这儿就是在你这儿 否则的话两条最大端也没有 对 我觉得还是一切都是靠原废 所以你要信任 更何况你现在还要你妈接受她 更别说你自己都不信任 你母亲可能信任 你跟你丈母娘关系不好啊 怎么说呢 天下婆媳关系都是难处嘛 婆媳 你可不是婆媳啊 也差不多 既然母亲这么反对 今天是否会来到现场 来直接面对呢 我们打开门看一看 来 请开门 来 你请坐 好 谢谢 你怎么就那么看不惯她呢 她两个座头你看班配嘛 她太正常了 我们残疑的太狠了 老小呢她没事骗嘛 现在你看外边大街上 要钱的也很多 我就恐怕她利用我女儿 如果一个人要骗另外一个人 去骗钱的话 她用一开始投入这么多呢 又是把钱给她管 又是天天跟她在一起生活 这有多久了你们在一起 三年多了 都三年了 这成本太大了 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原因吗 因为她家里太远了 不相信她 远怎么就不相信了呀 她父母她说没有了 家里也没有房也没人家 就没根没点的 对 这个东西调查很容易清楚的 我们也没去 后来她俩偷偷领了结婚证 结婚了 那不就挺好了吗 就算结婚了 那大姐您说您想怎样吧 反正今天事也这样了 你总不能还得 还得在一块过日子 是吧 她爸爸也在这里 我也到后来 我跟她爸爸说 她既然领了结婚证了 咱随她的心愿吧 孩子女儿也就这样了 对她也不能打也不能骂 现在他们两个 要是晚上回来晚了 我都打电话问她 催她赶紧回来 这样好不好 让他们分了 我就说孩子就是 那你要怎么样 现在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病就是说 我说就在出去干活 她说出去干活 早不是好活 她也没有出去干活现在 是你不愿意出去干活 还是怕她感觉到不安全 我打算是 明年过三年 就出去打工了嘛 然后家里边 就交给洗眉的妈妈 你说话也是这样 不看着你妈 我跟洗眉商量好久了 以前都盯下来了 说是 你瞧你那做你那样 你看你们俩 你看看 你怎么一点都不讨喜啊你 不会 你要为老了 看到哪个不方便 看到哪个理不分 你都想说说的吧 你说她的都算你 办出来了啊 其实不是不信任 主要是性格磨合的问题 一方面觉得自己的女儿 跟这样的一个男人在一起 配不上 男人太帅 另外一方面又觉得 这个女婿呢 愣头愣脑 也不太爱说话 也不主动找自己沟通 你们看着怎么办吧 我想对岳母说一说 有时候对自己的女儿啊 不要看得过低 因为真正的夫妻两个人生活 只有生活在一起的人 才知道合适不合适 你也希望女儿能幸福 但是真正幸福来敲门的时候 你又不放心 你认为这个幸福有可能 是一个伪装的幸福 它有可能是一个 带着幸福面具的骗子 那么我觉得我们父母 不如说适当地放手 也许才能验证出 他们俩是不是真正的相爱 是不是能真正地走得更远 喜闻妈妈 我觉得每一个生命 来到这个世界上 不管以任何一种形式 你都不能阻挠它去绽放 这种爱情的甜蜜 是为人父母的 给不了子女的 你就再爱她也给不了她 她这一生 她要尝到这种幸福和甜蜜的滋味 这也是她不忘 来到这个世上一回 所以说你处在他们两个中间 他们很难做的 妈妈应该是让孩子 幸福的那个人 我问你 她在最开始得 死娃娃的这个病的时候 你没有想到她能活到今天 没有 如果她不找男人 就每天你们养着她 然后就养着她 你走了以后 然后你的那两个孩子 也养着她 就这样过下去 她快乐 她不快乐 她心里也跟她正常人是一样 她自己手不能动 脚不能走 不能谈恋爱 她活得一点都不快乐 那她为什么要活这么多年干嘛 而且还要成为家庭的负担 不阻挡她了现在 我说难听一点啊 大姐 现在就到了这个地方了 为了让孩子开心 对 咱主动地打开心扉 搞好关系 所以既然付出了 就干脆一点 至于我想说的小伙子 你既然都爱上了一个残缺的女孩 你遭遇这样的质疑 其实也是很正常 将来你要是有个女儿 如果也跟你的老婆一样 一个像你这么帅的小伙子来找她 如果你作为一个父亲 你内心也一定会犯嘀咕的 这很正常 但是就像我刚才跟妈妈所说的 既然你也是为了她 她也是为了她 那为什么你们两人 不能主动搞好关系 你就是为了她做的 你们已经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 又何必 搞得抬头不见 低头见的情况之下 两个人都面若冰霜干什么 如果我是你 既然已经做到这个角度 我不祈求任何人能够 瞬间就相信我 但是我只能做好我自己 能不能向阿姨说个道歉 妈 请您相信我 我对您女儿的感情是认真的 有句话说得好 真心不怕火炼 日久坚持心 你就看着我和喜梅 白头到老 会幸福地走下去的 好吧 今天要看那两个牵手走下去吧 我今天来的时候 买了一个微博 我想送给她 酸酸她 头一次听说丈夫娘为女儿拴住 女婿的 我今天就介绍这个舞台 把这个微博送给沈阳 尽量让她带着我女儿走下去 牵手的一声 长一点多上两圈 其实你们俩好了 喜梅是最高兴的 我希望我妈和沈阳 他们两个 以后相处的会更好 不要有的人顾虑 我也那么大了 我有我自己的想要的生活 我也希望我能够为她生个宝宝 因为前一段怀孕了 小儿没有发育大料了 这个不要强求 如果危害到了身体的安全 不要也吧 你说呢 对 兵士前嫌的第一步已经有了 我们也不希望他们俩现在就能够 特别关系 特别勤你也不太可能 还是像你老公说的那句话 真心不怕火炼 日久见人心 对 别的不多说了 谢谢 一家子好好地向前走 好吗 谢谢啊 再见啊 再见啊 自幼患有脆骨症 身高不足八十公分的李喜梅 和身高一米八四的健康帅小伙沈阳 今天在幸福来敲门的节目现场 和喜梅的母亲敞开心扉 兵士前嫌 希望他们的小日子越过越幸福 我们依然要感谢土豆王